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轻力壮的棒小伙 练得一身的豪本领 尤其水性特好 在水中畅游如履屏地一般 来去自如 这天一大早 庄浩天划着小船出去打鱼 投机网撒下去 捞上来的尽是一些水草杂物 一条鱼也没有打上来 庄浩天不免有些失望 正当庄浩天垂头丧气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的江面上传来女子的呼救声 救命啊 救命啊 呼救的声音不大 断断续续 但庄浩天听得确实很清楚 她起身一看 不由得大吃一惊 只见河面中央 两个女子抱着一根枯木 在水中浮浮沉沉 顺着河水急速向下游飘去 坏了 再往下就是险滩了 那里水流湍急 不满了暗礁 这两个女子如果再往下漂流 可又危险了 庄浩天急忙拿出一条长长的绳索 一头紧紧地拴在渔船船舰边上 一头握在手中 庄浩天奋力将船划到女子身边 大声喊道 姑娘 莫要惊慌 我来救你们了 说吧 一个猛子跳进河里 庄浩天将绳索紧紧紧捆在他们的腰间 而后推着他们向渔船靠拢 这时候水流越来越急 庄浩天几次想要把他们推上船 都被湍急的河水给打回来了 逆流而上本就困难重重 现在还要救两位姑娘 就更加艰险了 好几次庄浩天险些被巨浪打进河里 索性他水性好 才逃过一劫 庄浩天一想 这样不行 不但救不了他们 还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于是放开两位姑娘 自己先奋力游到了船边 一个翻身上了船 而后拉动绳索 慢慢将两位姑娘拉到了船边 当两位姑娘离着船边不太远的时候 庄浩天一把抓住了一位年纪稍大姑娘的手 大声说道 抓紧了 千万别撒手 或许是想活命的欲望 唤醒了这位姑娘求生的本能 他紧紧地抓住了庄浩天的手 庄浩天拼尽全力将他拉到了船上 而后又把另外一位姑娘救了上来 两位姑娘被救上来 浑身湿漉漉的 动得直打站 庄浩天也是累得气喘吁吁 他一看两位姑娘动得瑟瑟发抖 赶紧把船往回滑 船刚刚靠岸 庄浩天就赶紧带着两位姑娘回家 庄母一看庄浩天带着两位浑身湿淋淋的陌生女子回家 顿时惊恶不已 问道 浩天啊 这是咋的了 这两位姑娘是谁啊 母亲你就不要多问了 快拿干净衣裳给她们换上吧 哎 好好好好 庄母一边答应着 一边对两位姑娘说道 你们随我来吧 说吧将她们带到了礼物换衣裳 等庄母为她们换好的衣裳出来 庄浩天这会儿已经在屋里升起了炭火 煮好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姜汤 接两位姑娘出来 庄浩天咬了两碗姜汤递了过去 说道 二位 你们喝碗姜汤暖暖身子吧 两位姑娘接过姜汤 连忙道谢 谢谢大哥 一碗姜汤下肚 再加上炭火的取暖 他们这才感觉舒服了许多 庄母这时候问道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其中那位年纪稍大的女子回道 大娘 我叫妙山 这个是我的妹妹 名叫凌云 今天早上我们在河边洗衣上 妹妹凌云脚下一滑 不小心掉进了河里 我急忙伸手去救她 结果也被拽进了河里 我俩都不会游泳 接连呛了几口水 正当我们感到绝望和恐惧的时候 幸运地抓到了一节浮沫 这才顺江而下 被冲到了这里 河水冰冷刺骨 我俩渐渐体力不支 多亏这位好心的大哥相救 要不然今天我俩真的就小命难保了 说到这里 妙山感激地对庄浩天说道 大哥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对了 还没有请教你的尊姓大名呢 庄浩天憨憨一笑 回道 这没什么 你不必如此客气 叫我庄大哥就可以了 哦 原来是庄大哥 妙山赶紧拽了拽身旁的妹妹 说道 凌云还不快谢过庄大哥 凌云调皮地眨眨眼睛 对着庄浩天笑了笑 说道 谢谢庄大哥 庄浩天看着眼前两位貌美如花的女子 不知道是屋里炭火烧得太旺 还是太过害羞 瞬间脸就红了 庄母看到儿子脸红 没好气地说道 你都二十大几了 怎么见了姑娘就脸红 母亲这一说 庄浩天愈发觉得不好意思了 庄母对妙山说道 妙山姑娘 你看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要玩送你们回去啊 免得你们爹娘担心 妙山回道 多谢大娘想的周到 我们家里就我们姐妹两人了 爹娘早就过世了 我家住在刘家坝 什么 刘家坝 庄浩天和母亲 一听到刘家坝三个字 瞬间都惊呆了 好家伙 刘家坝距离这里有几十里之遥 你们居然被冲了这么远 还能够活下来 堪称是奇迹啊 庄母说道 妙山姑娘 如果不嫌我家简陋 就在我家先住一晚 等明天天明 再叫我儿送你们回去 妙山回道 大娘 你留我们住下 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怎么会嫌弃呢 那好 浩天啊 你去给两位姑娘收拾房间 大娘 还是让我们和庄大哥一起去收拾房间吧 也好给她打得下手 说吧 妙山带着凌云 跟着庄浩天去了西乡房 第二天一大早 庄浩天刚刚起床 正准备送妙山姐妹回家 忽然传老大来了 急匆匆说道 浩天啊 今天要收大王 快 跟我走 庄浩天听吧 为难的看看妙山 那意思是我今天不能送你了 妙山立马心领神会 说道 庄大哥 你放心去吧 我们回去也是两个人 不如在这里多住几天 陪大娘说说话 哎 那太好了 庄浩天听吧 欣喜不已 赶紧跟着传老大走了 庄浩天走后 庄山和凌云就忙碌开了 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又做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请庄母一起吃 这些年都是庄浩天和母亲相依为命 庄浩天出去打鱼 一去就是一整天 庄母一个人在家 也没有做饭的心思了 常常都是随便对付一餐了事 当庄母看到家里被打扫得一尘不染 再看着桌上的美味佳肴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庄母就问道 妙山啊 你今年多大了 可曾许配人家啊 妙山回道 大娘 我今年二十一了 还没有说婆家呢 你不是在乎我吧 像你这么漂亮能干的姑娘 只怕上门说亲的 要她破你家门槛啊 大娘 我说的是真的 现在家里就我们姐妹两人 我肯定不能撇下妹妹不管 当那些媒婆听说 我要带着妹妹出嫁 掉头就走了 所以我至今也没有说亲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如果我家浩天能够娶到你这么能干的姑娘 该有多好啊 大娘 庄大哥心地善良 又那么有本事 只怕我配不上她呢 妙山啊 你是不知道 我家浩天就是太磨不开 见到姑娘说不上几句话就脸红 这样哪能讨到媳妇啊 只要姑娘你愿意 晚上浩天回来我就问问她 她要是敢看不上你 我第一个就饶不了她 大娘啊 这感情的是 讲求的是你情我愿 强扭得瓜不甜 大娘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千万不要为难庄大哥 妙山啊 这个我懂 我就担心我家浩天 明明看上你了 却不敢说出来 只是闷在心里 她呀是个闷葫芦 别人不问 她也不敢说 真是看了叫人着急 晚上庄浩天回到家 吃吧晚饭 正要回房歇息 忽然母亲叫住了她 说道 浩天啊 你先别走 我有话要问你 哦 母亲 你有什么话只管说 浩天啊 你看你已经25岁了 村里和你一般大的青年 孩子都满地爬了 你也该成家了 母亲 不是我不想成家 我家的这个情况 你也看到了 哪家的女子 愿意嫁到我家呢 浩天啊 你看妙山姑娘怎么样 是否中你的意 母亲 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妙山姑娘长得那么漂亮 她怎么会看得上我呢 傻小子 你咋就那么不自信呢 你还没有问 怎么就那么肯定她看不上你 我今天问过妙山了 听她的意思 对你还是蛮重义的 不过她有一个条件 就是出嫁要带着妹妹 我看这不算是个事 就问你答应不答应 庄浩天听罢 欣喜若狂 想不到这种好事 竟然落到自己头上了 她当即点头如同鸡灼米 说道 我当然同意了 庄母大喜播望 回道 妥了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吧 第二天一大早 庄母就兴冲冲 把妙山叫到了自己的房间 说道 妙山啊 我已经问过我儿子了 她愿意娶你 这边就等你的回话了 大娘 那你跟庄大哥说了吗 我出嫁是要带着妹妹的 放心吧 这件事我已经跟浩天商量过了 你带着妹妹嫁过来没问题 凌允也有这么大了 也能够帮我们做不少事情 我挺喜欢这个孩子的 如果是这样 我当然没有意见了 庄大哥勤快能干 心肠好 又救过我们姐妹的命 我能够嫁给庄大哥 那是我修来的福分啊 好好 妙山啊 那么亲事就这么说定了 则良辰即日 我就给你们完婚 听到这里 妙山的脸上立刻飞起了两朵红云 妙山要带着妹妹嫁到庄家的消息 很快就在小山村传开了 有人羡慕不已 说庄浩天艳福不浅 一曲就是一对姐妹花 也有人心里酸溜溜的 说庄浩天的祖坟冒清烟了 像他那样的闷葫芦 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 竟然娶了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 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庄浩天现在才不管那些闲言碎语呢 到了结婚这天 欢欢喜喜和妙山拜天地入洞房 当起了令人羡慕的新郎官 自从妙山嫁到庄家后 庄浩天的生活就大不一样了 庄浩天和庄浩天恩爱有加 对婆婆庄母非常孝顺 每天庄浩天出去打鱼 妙山就在家里洗衣做饭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庄浩天打鱼回来 妙山就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 庄浩天终于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甜蜜 出去干活也更加有干劲了 虽然如梭光阴似箭 日子过得飞快 一晃庄浩天和妙山结婚三年了 庄母期盼妙山早点为庄家生个孩子 延续庄家的香火 可是妙山的肚子始终是干瘪的 一点动静也没有 庄母有些坐不住了 就带妙山到娘娘庙烧香祈愿 这香火前世没有少给 但还是毫无效果 庄母仍然不死心 就拉着妙山到医馆 请郎中给她号卖 郎中轻轻按住妙山的手腕 仔细耗卖 只见郎中的脸色逐渐阴沉了下来 眉头紧锁 庄母看到郎中这幅模样 可是吓坏了 急忙问道 大夫 我儿媳的情况究竟如何 郎中正色道 老夫看了这么多病人 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奇怪的脉象 我也是无能为力 你们赶紧走吧 庄母带着妙山失望地离开了医馆 经过这一番折腾 妙山也感到身心俱疲 这天晚上 妙山对庄浩天说道 相公 我们结婚这么久 我也没能为你生下一男伴女 我真是对不起你 庄浩天回道 哎 娘子何必为此自责呢 生不生孩子 也不是你能够左右的 你就不要多想了 相公 要不你就那一房小妾吧 也好为你们庄家传宗接代 延续香火 娘子 谢谢你为我着想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人 就算你不能生孩子 我也一样喜欢你 相公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你看灵允现在也长大成人了 要不你就将她收作小妾吧 这样她今后不仅有了依靠 也好为你们庄家延续香火 娘子 你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 灵允是你的妹妹 我们应该为她找个好人家嫁了 好了 娘子 你不必多说了 这件事我绝不会答应的 妙山见庄浩天态度坚决 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倒头睡了 过了几个月之后 这天庄浩天打外面回来 刚刚到家 妙山就笑盈盈地赢了上来 把她拉到了房中 庄浩天进屋一看 只见桌上摆了一桌丰盛的韭菜 她当即就是一愣 娘子 你这是何意 妙山玩耳一笑 回道 相公 这些天你做工辛苦了 这是我特意犒劳你的 说吧 为庄浩天争了一杯酒 说道 相公 这是我特地进城买的好酒 请你满饮此杯 庄浩天本来不会喝酒 但是架不住妙山的一番劝疚 不一会就喝得满脸通红 感觉头重脚轻 晕晕乎乎的 庄浩将她扶到了床上休息 庄浩天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她睡得正香 忽然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在梦里她来到了一处风景绝佳的水潭边 只见这里百花绽放 蝴蝶飞舞 景色一人 庄浩天正看得露迷 忽然水潭里面传来花花的流水声 她上前一看 灯石大惊 只见灵蕴赤身裸体正在水中洗澡 她那白皙光滑 风雨柔软的身体一览无余地展现在庄浩天面前 庄浩天惊骇不已 赶紧低下了头 转身就要走 忽然被灵蕴一把拉住了 她叫滴滴地说道 你来都来了 就不要走吗 天气这么热 你也下来洗洗吧 庄浩天脚下一滑 就被灵蕴拉进了深潭 和灵蕴一阵激情缠绵 正当他们玩得正宽的时候 忽然一道白光闪过 庄浩天浑身打了个机灵 煞时间就惊醒了 庄浩天猛然醒来 这才发觉自己满头的大汗 汗水早已浸湿了衣衫 戴侧身一看 顿时吓得真魂出鞘 只见灵蕴赤条条躺在她的身边 庄浩天尴尬不已 急忙问道 你 你怎么睡在这里 灵蕴一脸娇羞地说道 这本来就是我的房间 你自己做了什么还不知道吗 怎么还来问我 真是明知顾问啊 啊 庄浩天听吧 大吃一惊 他仔细观桥 这果然是灵蕴的卧房 庄浩天匆匆忙忙穿好了衣裳 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会儿庙山面朝礼背朝外 睡得正香 庄浩天就好像一个做错式的孩子 面红耳势地低着头 偷偷摸摸地爬上了床 身怕惊醒了庄山 庄浩天刚刚上床 庄山忽然转过身来 伸了个懒腰 迷迷糊糊地问道 相公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庄浩天吓得魂都要掉出来了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只得结结巴巴说道 我 我哪也没去 忽然感觉口渴 到厨房喝水去了 庄山也没有多问 一转身又睡下了 庄浩天这才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庄浩天本以为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哪晓得过了一个多月 凌云突然有了认身反应 每天都是呕吐不止 喜食酸甜的果子 庄浩天虽然没有当过父亲 但也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凌云肯定是怀孕了 正当她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跟妙山 说这件事的时候 妙山却主动找到了她 把她叫到了屋里 庄浩天进屋后 头埋得低低的 大气也不敢出 妙山说道 相公 你先坐下 我有话对你说 庄浩天哆哆嗦嗦摸到了桌边 战战兢兢坐下了 娘子 你 你找我有事 相公 有件事我隐瞒了你很久 一直没有告诉你 今天是该跟你说了 娘子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相公 我说出来 你不要害怕 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说到这 妙山紧紧地盯着庄浩天的眼睛 妙山这么一说 庄浩天愈发感到紧张了 但还是强装镇定 娘子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我能够承受得住 那好 相公 你听清楚了 我不是凡人 我乃是在深山修炼的一只玉土金 啊 庄浩天虽然有所准备 但还是背下的不轻 差点从凳子上跌落下来 妙山连忙安慰他 相公 你不必害怕 我虽然是玉土金 但我不会害你的 庄浩天听到这里 才稍稍安心 问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 你竟然是玉土金 为什么要来到我家 和我成亲 妙山微微一笑 回道 相公 你莫要心慌 待我慢慢续说详情 他也才续说了一段陈年往事 那是很多年之前了 妙山在大山里面修炼 有一天出来觅食的时候 不小心遇到了一匹灰狼 被灰狼紧紧追赶 眼看就要命丧狼口了 就在这危急关头 一位猎户射出一只利剑 一剑射死了灰狼 救下了妙山 妙山对于猎户的救命之恩 自然是感激不尽 这位猎户不是别人 正是灵允的父亲 妙山原以为好人有好报 拿晓得有一天突发雷电 一道闪电披着了灵允家的房子 眨眼之间 他家的木屋就着火了 熊熊烈焰将灵允一家三口困在了屋里 灵允的父母情急之下 将棉被用水浸湿了 包裹在灵允身上 而后夫妇两人压在了灵允身上 这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可怜的是灵允的爹娘被活活烧死了 那一年灵允只有五岁 妙山得知恩公惨死 留下了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于是决定报答恩公 这才幻化成人形 就说是灵允的姐姐 将灵允抚养成人 那天灵允和妙山洗衣裳的时候 不慎落水 被庄浩天拼尽全力救下 妙山觉得庄浩天心地善良 勤劳朴实 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这才留在了他的身边 妙山身为玉兔精 当然不能和凡人生孩子 他之所以要庄浩天娶灵允为妾 就是要为灵允寻找一个倚靠 听到这里 庄浩天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他不仅没有感到害怕 反而越来越欣赏这个有情有义的玉兔精了 庄浩天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问道 娘子 为什么你现在要告诉我这些呢 妙山微微一笑 回道 相公 现在灵允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 你应该给他一个名分了 我也是时候离开了 啊 娘子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灵允怀的是我的孩子 相公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一切都是我有意安排的 那晚给你喝的酒里 我已经下了春药 想不到你一击击中 这么快就让灵允怀上了 庄浩天听到这里 真是哭笑不得 自己原以为妙山不知道那晚发生的事情 没想到竟然是他一手安排的 原来最傻的那个人竟是自己 庄浩天还想说什么 但是已经无话可说了 妙山笑着说道 相公 现在我已经为灵允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 我也就没有任何牵挂了 总算是报答了安公的救命之恩 我也该回深山继续修炼了 要不然毁了这百年的道行 实在是太可惜了 娘子 你临走之前 要不要跟灵允做个道别 免得她挂念你 我看不用了 灵允是个心软的女子 我要跟她道别 反而惹得她伤心 我看我还是这样静悄悄地离开 是最好的安排 那么她问起你来 我该怎么说呢 你就说我不能生孩子 已经独自离开了 你告诉灵允 让她和你好好过日子 我也就无牵无挂了 说吧 妙山摘下了手腕上的手镯 递给庄浩天说道 你把这个交给灵允 她就会明白一切了 庄浩天刚刚接过手镯 忽然眼前一道金光闪过 在抬头看时 妙山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什么时候走的 又是怎么走的 庄浩天是一点都没有觉察到 转过年 灵允就为庄浩天 生下了一对漂亮的龙凤胎 庄浩天出为人妇 那是高兴的何不拢嘴 庄母抱着心爱的孙子 脸上更是笑成了一朵瓜 后来传老大见庄浩天精明能干 就提拔她做了一个小小的头目 没过几年 庄浩天召集了一帮兄弟 自己也当起了传老大 他的生意越做越大 赚的钱也越来越多 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是红红火火 其乐融融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